继续第十二章 第十七节 龙向苦人发怒 去他其余的儿女争战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戒命 为耶稣作见证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没错了 所以我们就算是外邦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会看着一个贪壮枉法 又犯奸淫又失见证的人 走上台去说信主的见证 我们知道外邦人不会 我简单来说 只有一些傻的宗教家 以为这件事还行 有些人信主信了久 他自命不凡的阶段 以为这样就可以 这是不行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原来这里我们所见证的道 为什么神是握得这么实呢 原因就是神的家里面 是要用这个方法才是最快感染到 和传播出去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教会的系统就存在了 为什么那么多前后书 就是因为一个完全在见证榜样上 是失见证的教会 是一个所谓自由散漫的教会 其实是不会产生任何在社区的影响力 而事实上很简单 但在时间上来说 短时间这些人就会随流失去 所以在第二点当中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守神的革命 我们知道神的时代计划 但问题是神的时代计划 我们知道我们要做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完成 但问题是我们越能够帮到越多人的话 我们结的果子就越多了 就果子类类了 但问题是第二点 我们自己所见证的到 在我们现在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 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相信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我们是身为领袖 一个我们是身为跟从者的身份 我们当中很多人 与子同时也是领袖 也是跟从者 有些可能只是跟从者 因为刚刚初讯 所以我们尝试在这两天 分为这两点和大家去分析 第一 原因 如果你是领袖的话 你一定要有个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就是什么呢 神在历史上 做了一样的事 就是神是可以高升一个人 也可以贬低的人 祂可以把一个人放在做皇帝 也可以把一个人 推下去吃草 你会看到巴比伦王也不断 扫罗王也不断 是吧 但问题有一点 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事实 当我们是一个领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事实 那个事实就是什么呢 那个事实就是说 你有生之年 如果你给神用的话 其实你的见证和榜样 都是很重要的 你会看到扫罗王 其实基本上他做了皇帝之后 神都没有给他什么命令 是吧 不会说叫你帮我做一些很辛苦的事 担担抬抬抬 不是的 如果我们不去重视的话 或者我们叫人不重视的话 那就大件事了 明白吗 因为是神要求的 所以比如说 扫罗不重视 大卫不重视的时候 神一扎臂就会临到 所以变成 我们身为领袖的话 我们要知道 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 使我们其实不跌倒的 其实我们是第一个重视 见证和榜样 如果我们不重视见证榜样 其实我们始终都是个人 我们经过二三十年的信仰 我们就可能会低落 是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身为领袖 应该去思想的一件事 第二 我们一定要了解 神为什么要我们 用见证榜样 去将这个信仰传扬 因为这个是最帮助平信徒的 如果我们真的爱平信徒的话 我们一定要教平信徒 去效法的 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这个就是我侍奉二十八年的时候 我亲眼见的事实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信了主二十年 三十年 我现在信了三十几年 对不对 我就知道一件事 在这三十年里面 在这个信仰当中 我是会零声落索 就算我以我的研究圣经的速度 以我不断日日可以说 零收去过个礼拜 预备主日的速度 其实信仰有很多的圣经真理 是真的要年纪大 还有日子长才可以认识的 我未结婚前 有些经文我是不认识的 我未成为一个父亲之前 有些经文我是未认识的 我做平信徒的时候 有些经文我完全不理解的 教会的管理 教会的原则 我是完全不理解的 是真的要经过这三十几年的时间 才能够使我理解的 OK 但是你要知道 你用二三十年才知道的 但是你身边有很多 只是信了主二三十个礼拜 明白吗? 他只是信了主二三十个礼拜 所以我们为了他们的缘故 我们要将圣经用在 我们自己人常生活当中 我们自己的言谈举止里面 我们代仁致物和我们处事 或者管理教会里面 因为为了我们就信了主二三十年 但是问题是我们身边有多少 你都说二三十个礼拜 他根本没有可能 如果是主的 在这几年 他根本没有可能有机会 有二三十年的信仰 去让他认识这些真理 让他知道主耶稣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会怎么做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信了主二三十年 你基本上就可以做到 基督教最普遍所说的一个原则 就是什么原则? 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可以说 你要去到 信了主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 你才是有引有余做到这件事 还要是爱主 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耶稣会怎么做? 对吗? 譬如像在人家跌了钱的时候 主耶稣会怎么做呢? 在一件事 好像灰色地带的时候 主耶稣会怎么做呢? 在和人谈谈对话当中 有些决定 有些说话 如果主耶稣在这样的光景 他会怎么做? 对于我们信了主二三十年来说 尤其是我 我随时一思想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主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怎么做呢? 主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这样做呢? 因为这是经验 和从我多年当中 研读和看身边的人 见证和榜样 去学习到的 对不对? 但是这句说话 不能够用在一个二三十天 上了主二三十天 或者二三十个礼拜的 基督徒身上 对不对? 主耶稣要怎么做呢? 他不知道的 你才带了信主一两个月 对不对? 他回来还在听2012年 跟进带、跟进行列都没听过 他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怎样才能知道怎么做呢? 他很难在他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冲击 一些要求 一些试探当中 去想 主耶稣会怎么做 但问题是 他见证你 一个信主的人 你是怎样效法基督呢? 从你身上的榜样去知道 要做主耶稣基督会这样做 因为你是效法主耶稣 明白吗? 这个就是 为什么保罗说 你要效法我 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因为就算提摩泰的时代 保罗这些的门徒 他们很多时候都未必知道 主耶稣基督会怎么做 但问题 他有保罗成为他的师傅的话 这些叫牧师群的人 他都知道 有些我不知道 但我立刻知道 我的师傅保罗是会这样做的 所以神是容许这件事 以及鼓吹这件事 简单来说 教会就是一个群体 为什么我们会彼此去监管 彼此去照顾 彼此去行真理 我们彼此去认罪 去圣经教的呢? 原因就是我们成为一个群体 是导致 无论在教会当中 信主二三十日 二三十个礼拜 二三十个月 或者二三十年的人 他们都可以 是借着见证和榜样 彼此去感染 彼此去学习 明白吗? 所以变成为领袖的话 你在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 你的责任可能不是 教会当中高升的一个家序负责人 或者你甚至不是一个全职 但问题是 这个见证榜样 就是成为你人生当中最大的 对人的感染力 无论是身边你跟进的人 或者是认识你的这些人 这些亲戚 有一天我想你知道 到你被提之后 我和你被提之后 世界上根本是没有了信主的基督徒 在这些人的面前 带信主 或者带行真理 但问题是 他们会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们记得的一件事 就是在他们有生之年 所认识你成为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成为你的太太 或者丈夫 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 当你被提之后 他们会记得 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爸爸我妈妈 一直是这样做 我的儿子 一直是这样做 在面对这些迫迫的时候 他们一直是用这样的态度 明白吗? 我想你知道在那时候 他们 你被提之后 他们连一个星期的圣经 都没读过 OK 他连一个小时的灵修 都没试过 但是怎样使得 他们突然之间 他们可以 很快地跟从神 就是我们留下的见证 和榜样 明白吗? 很短时间当中 他就知道 我儿子经常都灵修 我女儿经常都打开 他的生日常网址 我记得我爸爸妈妈 他经常听说这些跟进行业 他初信的时候听这些 他信了很久就听这些 明白吗? 人是一个效法的动物 只不过就是 他从来不知道 有一个效法的对象而已 当有一群人被提之后 他就知道 哪一群就是效法的对象 因为这群人 第一 他一早已经说 他们会发生这件事情 第二就是说 就是他在他们的面前 被提 就像当时新约教会 可以说被主耶稣充电了 明白吗? 他的离开比他留下更好 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 其实我离开是更加好的 因为我不离开的话 圣灵就不会临到 这个就是他被钉十字架 之前在约翰福音 和他们清楚 说到关于圣灵的工作 圣灵来到的震撼 但是同样 我想让你知道 未来的日子当中 这个被提 都一样为全世界 每一个人都带来一个震撼 就算那些人不认识我们 他们都会在网上寻找 但问题是 认识我们的人 更加 更加不单只寻找 他们完全知道 如果遇到这样的光景 我的丈夫会怎么样 我的丈夫已经被提 我现在知道 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 他一定会记得 记住就是 他们有生之年 他们不敢做的原因 只不过没有一个效法的对象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现在既然是这样 所以变成在被提之前 我们就更加要强调这件事 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的话 到最后 那个人一定不能够被提 百分之百 他留在这里就学习 圣经最基本的真理 启述第十二章 第十七节 龙向苦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 这儿女就事劳守神戒命 为耶稣作见证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紧 转说筒 大a全てige 请不吝点赞 hov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